我報警 我現在直播 你們不要 你們不要這樣子 我現在直播 然後這個警察 這個警察 中華民國台灣的警察 這個他同事 他先對我大小聲 然後我把外套丟下之後呢 他就過來頂我 撞我 撞我之後 推我 他先推我 然後他說是我先對他動手 然後 他說是我先對他動手 然後 然後開始搶我的手機 我是一個快有七十萬訂閱的人 他說他要掉監視器 說 是他先對我 沒關係 沒關係 你這沒關係是甚麼 好 那我小聲一點 你現在是反應安寧 好 沒關係 那我小聲一點 好 沒關係 我們來 自己注意你自己的音量啦 OK 沒關係 剛剛你對我同事也是這樣 好 沒關係 你知道嗎 你剛剛同事先推我 我現在一直都是在好好跟你講話 你剛剛也知道 對 你剛剛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是都跟你好好講 對 我是對 那你剛剛為什麼要跟他一樣 為什麼要兇我同事 在你同事介入前 你是不是也跟你好好講 對吧 這是事實 對啊 我們也是在關心嘛 不是 那你一開始先在那邊摔外套 然後他問你 不是 你為什麼要兇他 不是 你同事介入前 我是不是也好 我是不是也好跟你講 對 啊剛剛 我同事在跟我講話 你在那邊摔 摔外套 我沒有摔外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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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右手背一個包包 我左手拿外套 我只是走過去講 然後外套掉下去 我並沒有這樣摔 對嗎 但是他看到你做那個動作 我不管 但是我有嘗試跟他解釋 他不聽對不對 所以你兇他 你有兇他嗎 不是 這不是兇他 我只是說 我只是說 欸 哈囉 那就是彼此一個誤會 好不好 不是 你們有 你們有這個秘錄系 我都知道你們有秘錄系 你們有秘錄系 他也可以叫他秘錄系 我問心無愧 他說 我 因為態度不好 而摔外套 但是 我 想嘗試跟他說 我不是摔外套 是因為 我右手背了一個 對 對嘛 那你剛剛都這樣講 你聽我講好不好 好 你剛剛都這樣講 那你也知道說 這彼此都是一個誤會嘛 對 你也知道 是誤會嘛 不好意思 對不對 是誤會沒錯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但是 他 那只是說 你們兩個 不是 你們兩個相反有一點問題 不是 你推我 大哥 你也好 是他自己先修的 他推我耶 我們好好跟你講喔 你手去還我 你手去還我 你剛才是在這種 你在踩我耶 欸他直把的月子 你推我 altri 你在搶他直把的地方是不是 你推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